都说现在骑士战队化 战队骑士化 隔壁冲旺战队的人设能有多离谱 一个战队五个人都是国王 那咱们假面骑士可不服 好歹这么多年咱们也是出过不少王的 咱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们LIDAR也能组成一个王者战队呢 那么今天小城就带大家盘点一下 假如要在LIDAR的世界也组一个超级战队 哪些骑士最有可能入选呢 一 假面就是电王 既然是超级战队 那中间C位的颜色肯定得是红色 然后在性格上多少还得带一点点热血阳光活泼开朗 那不巧了咱们的电王最经典也是最常见的形态 就是由陶塔罗斯附身梁太郎变身而成的电王圣剑形态 因为陶子本身的形象是梁太郎根据童话 陶太郎中的赤鬼想象出来的 所以变身后标志性的就是身上的红色胸甲 以及两扮陶子一样的红色眼部装甲 再结合剧中陶子属于经典的活宝性格 每次变身登场都会读出他那句非常中二装逼的口头禅 欧雷翻舊 打起架来跟着泽力一个劲喊着冲冲冲的热血巴赶 虽然在出于梁太郎时 他的性格十分急躁 常常好坏不分 只是为了少帅找架打 就偷偷溜出电车 附身到梁太郎身上 一度给梁太郎惹了不少的麻烦 这也导致了两人的关系 在一开始并不那么友好 但是在后续的战斗中 他被梁太郎内心的坚强和善良感染 从原先的闹是鬼 一步一步成长为可以带领大家的核心存在 业界许多作品包括超级战队中 就有很多张热血笨蛋走向成熟的形象 哎 这样一来二去 颜色形象是不是对上了 性格形式是不是也对上了 啊 你要问我电王怎么也算王 剧中就是一个普通启事 一点王者元素都没有啊 那人名字里都带王了 而且在实王中 被官方认为了电车之王 这下可真是来打王者战队 电王红了 二 假面球剑 蓝色作为一种代表冷静理智的颜色 剧中的蓝色战士也有不少是智力型选手 到了从王者之中 更是化身为科技之国的总长 那咱们的LIDAR之中 不说选出一个智力代表 那怎么也得是一个冷静型的选手 假面球剑作为极限战争中的Joker 也是王者的存在 虽然在剧情最初 刚变身为假面球的剑旗 有些笨拙 性格也有些暴躁 但是在经历了后面的战斗 以及和朋友的相处 他也组件散下起来 变得思路清晰 能够独当一面 在假面球的剑TV结局中 剑旗通过让自己也变成不死兽的方式 强行卡bug 延续了极限战争 并决定从此不再合适相见 避免Joker之间争斗的本能 这波他真的好温柔 我哭死了 到了小医生的剧场版中 由于咱们的下角 假扮成剑旗 还使用了不死兽的力量 真正的剑旗也被吸引到了游戏世界中 不仅当场触发了世界 只剩一位Joker的被动 给人下角 好不容易倒鼓出的游戏世界毁了 还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变身了黑护骑士 假面战队中的蓝战士 所以这波啊 这波是官方都认可了 剑旗作为战队蓝色战士的身份 三 假面球是石王 说句假面就是的王者 那怎么能少得了咱们的小魔王 作为平成年间的最后一位骑士 石王顾名思义就是时间的王者 虽然剧中一直被石亭 从黄的时间回溯能力 还只对自己召唤的骑士有效 但你就说吧 官方设定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在解锁了最终形态 从黄的石王后 小魔王不仅能够随意操纵时间 还能破坏和重塑时空 设定上是寄出了 全骑士之力的存在 不仅仅是平成招合的骑士 甚至是连未来的骑士 也包括在内 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说 这位时间的王者 同时也是骑士之王 虽然在剧中出现不多 但每次出场都压布力 和表现力拉满 什么一个平A秒一步剧的 最终boss 什么念力一抬手 这把反抗金全扬了 可恶是真的至高至强 而刚好 从摩士王标志性的 就全身不灵不灵的金色 又成大金表 要是进了战队里面 不妥妥的金色 或者黄色战士 就是不知道 咱们的小魔王 会不会一个不爽 把队友全变成他的表盘 四 咱们就是越骑 就普遍性而言 要组王者战队 有这么一部LADAR 直接就能给你凑满了 没错就是在越骑这部剧中 你要说自己不是个王 你都不好在里面混下去 妥妥的一家子 皇族真位 咱们的主角小度是三代王 还有个黄熊和他相爱相杀 然后他哥的老子是二代王 虽然后面又惨成绿帽王 当然说了这么多 咱们的小度 还是真真正正的三代牙血鬼之王 喜欢拉小提琴的他 是一个非常雅萨系的少年 甚至可以说十分内向 不擅长与人交往 平时基本就独自闷在屋内 知道了自己是人类 和牙血鬼的混血之后 曾一度在两者之间十分迷茫 但后面在战斗中 不断强大的同时 他的心态也在逐渐成长 向着能够独当一面的王转变 在结局联手太牙 共同击败了绿帽王后 甚至能主导牙血鬼一族与人类共存 结合从王者目前的两级来看 紫色的蝴蝶王者 也是属于人狠话不多 具有超高领导力的人设 当然肯定这位小伙伴会问了 超级战队可是标配有妹子的 人蝴蝶王者怎么说也是个女的 小度也对不上啊 那咱们的小度可是穿过女装呢 这样是不是也很合理了呢 不假面就是地鞋 最后剩一位黑色战士密封王者 那咱们骑士中有黑色的王者吗 有倒是有上奥飞的弟弟 还有全且算黑色的欲望之王 远古欧姿 但是要我说 这些都不如咱们的副黑之王 小明哥 假面就是地鞋 哎跑题了跑题了 但你还别说 小明哥确实是大修卡的王 设定上也是个王者 巨师的表现就更是离谱 因为被剑骑变成帝王剑锤了一遍 下次打击下来就先挑剑岗 卡一刷超级变换形态 把剑真的变成了大宝剑 爆砍了龙骑 然后自己又一个大招 把一脸蒙逼的剑给收掉了 所以说这个仇你到底是记得多久啊 到了平成结尾的时亡中 小明哥就更离谱了 小伙子 你不是要拿我的表盘 拿走我的力量吗 我就先吃你的饭 然后给你一半力量 再揍你的人 到后面直接不装了 我摊牌了 当着你和你老婆的面 把你变成我的卡 然后我再变成你 只能说老千层饼的套路 一层又一层 撞五块草 你玩不过他的 好了以上就假命骑士中的王者战队 有些奥本们还觉得Lider中 哪位王者能加入战队呢 一起在评论区聊聊吧 我是小纯 一个就是各位托克的男人